一份來自北京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 僅在2013年 因為陰霾污染 就導致大陸31個城市多死亡了26萬人 但是目前 霧霾和陰霾一詞 卻成了大陸報導的禁忌 已經被特強農務等新詞所取代 來看報導 北京大學發布了題為危險的呼吸2 大氣PM2.5對中國城市公眾健康效應研究的報告 這份由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 帶領研究團隊歷時一年完成的研究報告說 2013年 大氣PM2.5污染 導致中國31座省會城市或直轄市中 25.7萬人超額死亡 超額死亡率平均接近千分之一 報告說 這個數字還僅限於缺血性心臟病 腦血管病 肺癌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導致的死亡病例數 並沒有難過其他疾病 潘小川對媒體說 超額死亡意味著多死亡的人數 如果PM2.5污染沒那麼嚴重 這些人本來不會死亡 他強調 超額死亡人數越多 意味著居住在這裡的健康風險越大 報告還指出 有12座城市領先於平均死亡率 其中以石家莊的每10萬人多死亡134人 濟南的每10萬人多死亡128人 和長沙的每10萬人多死亡124人為前三位 大陸的陰霾雖然越來越嚴重 但霾字在大陸已被停用 5號 中共央視氣象臺在早預報中稱 繼續對河北 河南 山東等八省發布大霧黃色預警 部分地區有能見度低於500米的濃霧 局部地區更會出現能見度低於50米的特強濃霧 北京市氣象局對陰霾的報導更有創意 他在微博上借用電影《哈利波特》中的魔王伏地膜 來比喻陰霾 稱 預計封印伏地膜的時間 大約在今天半夜前後 並配上伏地膜頭像 及設計對白 我恨大風 網民對此諷刺說 中國製霧的確有成效 至少在氣象預報裡 霧霧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法國國家廣播電臺揭露說 霧霧一詞被代替 是因為中共當局在上月17號 向各省氣象局內部發出名為 《關於暫停霧預報預警業務的通知》 要求各地氣象部門立即停止發布霧預報預警 叫踏踏實實的治理 但是我們國家呢 總是希望把很多問題寄託在宣傳上 特別重要電視臺啊 成天都只說好的 不說壞的 這是我們老傳統啊 但是物買天天不買帳啊 四川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所長愛南山表示 陰霧治理近幾年都沒有好轉 需要研究一下 究竟是由於陰霧的成因沒抓住 還是治霧的措施沒到位問題 愛南山認為 從目前的天氣預報來看 陰霧治理沒有十年功夫是治不好的 還得下大力氣 但宣傳部門的不報陰霧 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